导演谋划的脚步并未停止,去户部船只拜访完下园集,导演又来到了赵宇。 这次,其实导演还是带着朱棣交代给他的任务前来。 当然了,这个任务是此前朱棣让他干脏活的时候顺带的小任务。 而导演却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再做成一件事。 休息闭口禅的惠空依旧肩默,负责赶车的他替世尊先开马车的帘子,等着导演下车。 导演看着赵宇的大门,自己的大弟子说道,你小师弟此时就在里面。 惠空只是双手合十,闭口不言。 这里便是要说,正和自小信大使法不假,但受了菩萨戒,成为导演名义上的关门弟子也不假。 所谓菩萨戒,便是涵盖了七众戒,而又超胜一切戒。 因此,凡是发菩提心的佛弟子,不论出家,在家,均可受持饭网精云。 菩萨戒为诸佛的本源,菩萨的根本,是诸佛子的根本。 历史上,梁武帝从至脏受菩萨戒,陈文帝也是从高僧受菩萨戒至随代。 随文帝从谈言受菩萨戒,随扬帝从至已受菩萨戒唐代往后除去灭佛时期,高官公卿受高僧菩萨戒来拉关系,更是数不胜数。 正和是因为在导演的领导下,在袁燕君情报体系内做事,与导演相处日久。 同时为了方便导演手中情报体系与朱棣的沟通,正和才在朱棣的授意下受了菩萨戒,拉近了与导演的关系。 对此正和是乐意至极的,导演也不亏,相当于双赢。 换言之,菩萨戒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形式,而非义务和责任,受了菩萨戒,只代表正和是导演的弟子,但不代表正和真的需要多么虔诚的信佛。 所以,笃信佛法的惠空,对这个名义上的小师弟到底有没有感情,也就不言而喻了。 再过一个多月,等江圣出狱后,你便随着江圣吧。 听到师尊的话语,惠空刚交铁柱般的见说身躯纹丝未动,只是默默汗手。 看着惠空前去诏狱叩门的背影,导演的眼中也闪过了一丝不舍。 只不过这一丝不舍,很快就被更深的情绪所取代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为了那个道,莫说是个人感情,就算是性命,也绝不足惜。 惠空大天界寺的僧袍就是最好的拜天,很快,最近频繁坐镇诏狱的锦衣卫指挥使纪刚就迎了出来。 见到道演,纪刚微微一愣,旋即堆笑道。 大师上次开光赐福的法器铃铛,小女很喜欢,每天绕着爬个不停,在下都恐她弄坏了。 道演一时微微一笑,这女娃既然是陛下捡回来的,也是有复原之人,区区一个铃铛有何悉灾? 坏了再去大天界寺寻老那曲,一个新的便是。 谈笑间,两人的距离稍稍拉近,纪刚一边在前面躬身引路,一边问道,不知道演大师此来,是为了? 纪刚其实心里有些打鼓,毕竟黑衣宰相独自前来诏益这件事,还是让他觉得很有压力的。 今天又没到听课的日子,按理说道演是不会来的。 道演当然知道纪刚的疑惑,他也不打算兜圈子,直接了当地说道,老那是来寻卓侍郎的。 文言,纪刚目光一领,道演口中的卓侍郎,指的是建文朝的户部又侍郎卓靖。 卓靖,自为公,浙江瑞安卓奥人,红武时期著名才子,成名比谢靖要早一辈。 卓靖天资聪颖,一目十行,过目不忘,七岁时,有相是颜,此其而也,可惜血不华色尔。 嗯,不用怀疑,这个相是叫袁拱,那时候袁拱原真人还很。 由于卓靖聪颖绝伦,博学多才,且诗词红利,文章齐把磊落,于是在红武21年就榜眼极地了, 朱元璋曾经称赞卓靖凡天官,余帝,绿丽,兵行诸家,无不搏究。 值得一提的是,那时候道演虽然还没发迹,但在《江南如是道》圈子里也颇有名声, 因为学术观点的原因,跟卓靖是死对头。 后来建文朝时,卓靖官至户部幼侍郎,严格地说, 在朱允文身边的一群坑笔里,卓靖是少有的靠谱存在。 建文帝削发一开始,卓靖就秘密上书说燕王智谋绝伦, 并有雄才大略,酷似高皇帝。 北平帝是优越,兵精马壮,金,人极有此兴起, 现在应当将他改封南昌,万一有变,也容易控制。 说真的,要是建文帝听卓靖的,先对朱棣动手迁洗封地, 而不是先学其他犯王,恐怕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。 可惜朱允文,他不听啊。 话说回当下,纪刚自然不知道道颜找卓靖是什么事情, 不过按照纪刚的想法,卓靖既然跟道颜有仇, 那么道颜没准事想暗示他来解决卓靖。 可偏偏卓靖又是朱棣所看重的人,是重点招降的存在。 朱棣曾评价到国家仰视三十年,为得一卓靖, 所以这个人虽然死不投降,但纪刚还真不好下黑手, 因为要是把卓靖搞死了,若是朱棣哪天想起这人问起来, 实在是不好交代啊。 可道颜接下来的举动,却有些出乎纪刚的预料。 道颜在纪刚的亲自引导下,来到了卓靖所在的东侧赵域坚区, 然后纪刚被知道了牢门外,听不到两人的谈话。 续发有些斑白的卓靖,抬起浑浊的眼眸, 看着来人是自己的老对头道颜。 随后,卓老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, 他起身挺直腰杆,如同一杆笔一斑。 卓靖看向近来不言不语的道颜, 淡淡地问道, 不知陛下又有什么话,要道颜大师带给老朽。 道颜双手合十行礼后,认真说道, 卓公,陛下怜惜您的才华, 上次说您给建文献策离间皇家骨肉, 使他一时糊涂,您只是尽了人臣的本分, 并非是什么罪过。 卓老头点了点头,眼睛瞥向了牢房墙上, 显然无动于衷。 陛下也知道您忠于大名, 您给建文效忠,说明了您的忠贞, 这些陛下都是看在眼里的, 陛下也很欣慰。 毫不夸张地说, 在方笑如拒绝给朱棣写继位诏书后, 朱棣就意识到这些读书种子单靠杀戮是杀不绝的, 因此非常非常地重视收拢读书人的心, 以便为其统治服务。 卓靖这位红武榜眼, 天下有名的大才子, 便是朱棣最上心的人物。 有学问,有能力,有资历, 如果朱棣能降服此人, 那么从政治角度将会起到极好的标杆效应。 因此, 朱棣之前也数次派到眼这位卓靖的老朋友来劝详, 嗯, 朱棣不知道两人的渊源。 闻言, 卓老头父又点了点头, 却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起来, 和下白须都跟着抖了起来。 历史上的故事, 您必然耳熟能详。 导演似乎看不到浊镜的不耐, 导演喘了口气, 诚恳地缓缓劝导。 春秋时管仲效忠于公子揪, 甚至建设齐桓宫, 齐桓宫都没有任何记恨, 反而拜管仲为乡称为重负, 随唐时魏征是李建成的谋臣, 与次为其出谋划策, 被李世民俘虏时, 更是说若是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, 就没有今日之祸了, 这与您说的可惜建文帝, 没有采纳您的建议, 是何等相似啊。 管仲和魏征都效忠于旧主, 但他们效忠的旧主, 却并非是能成就伟业的雄才大略之人, 您如果能改变心意效忠陛下, 想必以您的才能, 一定可以更进一步, 成为辅佐陛下开创盛事的功臣, 到时候在史书上留下儒管仲, 为征一般的佳话, 岂不美哉。 导演的劝告有理有据, 情真意切, 若是其他人, 想来已经被其劝服, 那头便想了。 然而, 卓老头只有硬邦邦的一句话, 导演大师说完了吗? 导演忽然笑道, 陛下托我的话已经说完了, 接下来要说点你我之间的话。 接下来, 导演和卓静的谈话持续了很久, 季刚不知道两人谈了什么, 只知道最后导演脚带给他, 让他给卓静换了监区的时候, 卓静并没有反对。 而这个监区, 正是江星火与郑和新换的监区所在的位置。 是的, 由于腾出了一批犯人, 赵玉开始了新一轮调整监区, 所以江星火与郑和被特意放到了另一处飞铁门牢房的监区。 季刚不打算自己思考这件事, 而是在办完了这件事且到沿走后, 派人上奏给了皇帝。 今夜月色脚白, 清寒的月光透过赵玉的天窗投射下来, 月光硬在隔着两道铁栅烂的江星火与郑和身上, 仿佛给他们的身影镀上了一层圣灰。 江星火与郑和正在月下论道, 由于牢房没有了铁门, 而是变成了铁栅栏, 他俩说话容易多了。 而且, 他俩的位置也不是左右挨着, 反而变成了相对位置。 没有错, 新的监区不是一条线的单排牢房一个个挨着了, 而是两排队着。 卓侍郎, 用不用? 面对身边另一位育友的低声询问, 卓敬摆了摆手, 示意听听他们在讲什么。 身着囚服的郑和, 此时神情恭敬, 仿佛压根就没有看到另一侧牢房正在看着他们的卓敬两人。 郑和弯下了笔直的腰杆, 行弟子礼, 向对面的江星火请教道。 江先生, 我想问如果按您昨日所传授的星图来看, 营火星离太阳的距离更近, 那是不是意味着, 跟日时一样, 营火守星这种天象, 其实也是周期性的遮蔽。 所谓营火星, 就是火星在中国古代的称谓, 乃是因为火星是红色而盈盈似火, 其亮度又长变, 行踪不定, 因而令人迷惑。 而之所以会讲到天文学, 乃是知道对方在航海方面颇有兴趣后, 江星火随口指点了当下千星术的缺点, 便谈到了这里。 星图, 卓敬的心头生起了浓浓的疑惑。 卓敬学识博杂, 通晓天文地理法律兵法, 因此关于营火守心和日识这些, 卓敬都能听懂。 而卓敬旁边的御友, 也就是另一位建文旧臣, 其实并没有听懂江星火所说的话, 跟卓敬不同, 他只有一点基础的天文知识, 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他所了解的天文知识范畴。 虽然不晓得是什么星图, 但这不妨碍卓敬的基础逻辑推理, 因为卓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, 就是导演跟他做的一笔交易。 而卓敬是因为巨大的好奇心才会答应的。 卓敬好奇的原因, 就是因为导演为什么要称呼赵玉里的一个无名后辈为胜。 而且导演谈及此人时的态度是如此恭敬, 几乎跟开蒙小儿对待四叔老师相差无几。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? 如此人才为什么自己从未见过? 卓老头死死地盯着气质不凡的江星火。 江星火此时长身而立, 一侧的月光照亮了他的侧脸, 江星火的眉目间透露着些许疲惫, 眼睛却是格外明亮, 仿佛能够看穿这个世界, 又如同忧谈般深邃, 让人望之畏惧。 周围的牢房和囚犯在江星火的眼中视若无误, 他神色平静地回答着正合的问题。 所谓迎货守心, 在古代天文学中的解释就是火星侵入心宿, 通常而言, 在天人感应学说里, 这种天象象征着帝王有灾。 在旁听的众人里, 只有卓静和他的育友的文化水平较高, 卓静也懂不少的天文知识。 卓静微微汗手, 萤获守心的这种解释常在史书中出现, 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体现之一, 卓静虽然从这句话中没听出来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有多高的水平, 但总归是符合他的认知的。 可江星火的下一句话, 就让卓静的心提了起来。 但实际上, 这只不过是一种间隔周期较长的普通天文现象而已。 卓静钻紧了拳头, 差一点就想出声质疑, 打断江星火与正合二人的谈话。 因为听到了江星火的解释, 卓静的内心觉得很不舒服。 萤获守心是中国古代星战学上最凶的天象, 是帝王驾崩的恶兆。 萤获守心一旦出现, 国家宰相都要丢官罢职, 你跟我说只是周期长的普通天文现象。 卓老头死死的盯着侧前方的这个年轻人, 看着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解释。 PS, 不要误会, 这只是倒数第三节课的影子, 说三节课就三节课, 讲完出狱, 绝不多讲。 另外月末了月票, 马上作废, 手里有月票的书友投一下呀, 谢谢。